请我们的两位舞者上来 要替我们介绍的就是舞蹈的基本功 那这一个舞蹈的基本功呢 我先讲一下 在缅甸舞蹈如同大家第一首所看到的那个宫廷舞一样 它有非常多的要素是来自飞鸟的动作 也有非常多是来自莲花 莲花的伸展 莲花的摇摆 我们种花等等的这些不同的动作 那缅甸的舞蹈学校里面呢 第一年就只会教这个基本功的这几个动作 到了第二年才开始真正的所谓的舞马 那第一年还包括了初级的15个动作 然后中级的几个动作 到高级 那今天呢 我们两位专业的舞者要听我们介绍的 就是最基本的这个基本功的部分 Gabirabu的15个动作 好 那待会这些动作里面 它有一些是有傀儡系 在缅甸它是丝弦傀儡 所以这些悬丝它挂的傀儡 你会想到的是什么 它可能每一个关节都会动 所以缅甸的舞蹈的基本功里面 就有相当多这个 由吊起来的这种抽 抽续的动作 那待会我们就来看看 你们看得出来看不出来 那我们就开始 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可能也会íamos 吃完 就这样 你看到这边 你来 切开 吃完 这边 好吃 吃完 看 吃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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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 吃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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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鸭月珠 莲花绽放 鸭骨 脚往前点 红归仔 三朵花 蹲站往后 这个动作就非常有傀儡的要素在里面 脚往后板 往后踢 脚往后 脚往后点 没有老脸地 抬勾展翅 紫图 特别丹 背鸟 格子 柴吃 吉尤 舌 JP 往前走 往前踏 被鱼奪 接起被鱼奪 好 蹲跳 美拿甲踩踏 這也是蹲跳踩踏 好 請大家給出門一個掌聲鼓勵 因為這真的很不容易 這個哈記哥我會說 14歲以上的應該都不容易跳 這個膝蓋是很不容易 我應該是